YARIS CLASS 好 驚豔試射 YARIS CLASS 這個軟糖熊我有買他的衣服 真的嗎 對啊 這是個牌子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這牌子是什麼 這個新冠商業那邊有 這個軟糖熊的衣服有 合胎機車6月底 停產熱賣YARIS CLASS 然後引進全新的YARIS CLASS 來替代原本的市場 這藍色喔 藍色沒看 藍色讚 真的沒看 車頭看YARIS CLASS 反正他都改這樣啊 CC什麼不是都改這樣啊 你看這車頭 跟我們剛做完那個S車頭真的有差 你看他這個車燈的形狀 保管車燈的形狀 跟大燈的形狀 真的是有點呼應 只是角度有點不一樣 然後他這個下緣 有一個延伸性下來 然後這個放在這邊 感覺呢 跟這個底下折線 跟側面的折線都有呼應 它有編排 這邊也是平行的有沒有 這條線跟它是平行的 這條線跟它是平行的 側邊跟它是平行的 然後這一邊呢 雖然沒有跟這邊平行 但是它是呼應這個形狀 如果是我 我更龜毛一點 我這一邊可能也要跟這邊平行 協調感的問題嘛 我不知道 可能我比較那個 沒有辦法跳出心思去 我是比較守規矩一點 這就 現在頭燈都差不多像 LED Beam 這亮 紅色式頭燈 並且有自動起閉根 然後這下都有 遠光燈鏡頭切換比較屌原 好然後再來 它這邊就是 鋼琴烤星的 Carola Plus 感覺 這個長得很像那個 之前會開直播那個 豬血痕 你看喔 你看喔 我那倒一看喔 這很像豬血痕喔 有沒有 有點像啦 我想說豬血痕當時變車評 尾燈採用LED光條 然後光條 很好 人家拿那麼大台去拍喔 下方銀色的翅膀 為潮丸版 潮丸版是比較貴的 對 你看又來了 取這個名字 都不知道到底是貴還便宜 屁股有點縮縮的 就是縮小 縮縮 沒有倒車雷達 響熱版沒有倒車雷達 哇你寫得那麼文言文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是 未有倒車雷達 還是沒有的意思 對 沒有說得好聽 你下次寫 響熱版連倒車雷達都沒有 會不會 淺顯易懂 簡單粗暴 小事說法 粗大好用 對不對 另外兩個版本各有兩個 兩個倒車雷達 兩個也沒有很多啊 它都塑膠 那保管看起來都塑膠 雙色縮銷率先17吋 不錯 可以啦 這雙色縮銷是安全牌啊 然後17吋也安全牌 OK啦 來車身尺碼 跟Carola Cross比 小了10公分的車長 車寬呢 也小了5公分而已 車高多了再說 那麼高喔 會不會換啊 會不會換來換去啊 軸距差不多 所以它這個 看起來是Carola Cross的尺寸 因為軸距才差2公分而已 等於是一樣的 長寬稍微各少了 15公分跟5公分 太接近了吧 這兩個勢必要死一個 有人會覺得 那我乾脆直接買Carola Cross就好了 太接近了啦 我覺得太接近了 價錢其實也蠻接近的 好 足踢感應尾 腳踢尾門 行李箱容積458 原廠的宣傳罩 可以放6組跟機箱 夭壽啊 再拿小一點的 可以放12組 不知道關不關得起來 你不知道要用小一點的 這看起來好像超過了 這邊一定關不起來 當我沒塞過行李箱 這一定關不起來啊 而且它下面是大的 上面是小的耶 對不對 那你這樣都要稱為6組 那你乾脆放10吋披薩放100個 這樣感覺更好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用小的 塞進去 它說可以放20組行李箱 那用小一點的就好啦 它沒講幾吋的行李箱 因為它下面兩個用大的 上面全部都用小的 而且門又關不起來 你跟我講6組 我們拼得下去 好再來 透過後方手把這樣一倍倒屏 有全屏嗎 有一點高低差 有一點斜度啦 沒有很完全平 行李箱根本現在沒有滿大的空間 這是滿大的 當然啦 因為國外是Hybrid 電池拿走啦 對不對 這我在義大利的時候已經看過路上很多 都Hybrid的 都有電的 直列四缸自然機器殼邊機門 它1.5的1496cc 最大碼106 14.1 公斤米的扭力 17.5的油耗 還不錯 前麥花城後面脫衣壁 這扭力娘 這個就是舊引擎嘛 對不對 這有護蓋 怎樣 你現在是要抽漏水了是不是 不過我看它這個 離這個已經滿遠的 漏應該也漏不到這裡來 了不起漏到保險絲盒 沒有啦 保險絲盒也在前面的 它這邊要低 應該了不起低在B21上座而已 來方向盤有多個按鍵 左邊是資訊 右邊這樣子輔助 鬥跟車的是不是 對 從小到大都有 它聽說是假LV2 好像是打乒乓球 有的話一定特別大吹特吹 沒有吹就代表沒有 7吋的數位儀表為超安版 所以頂級也才有啦 9吋觸控式音響主機 車有試車沒事 電子手煞車並有 Auto Hall 有跟車現在都有 好 這個看起來是有一點 銀色烤漆的這個飾板 傳統排檔感 它這個不對稱設計 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一樣是軟的 假的 前面Fish Start 享樂版沒有Smart 沒有那個摸門 可是它都有那個引擎啟動 我知道 iKey都有 我以為是光條 是藍色的線條而已 我也有氣氛燈進步了 上面這個也都是塑膠 然後這裡有一點點紋路 這個飾板 鋼琴烤漆的飾板 然後門上面我看到了 有鋼琴烤漆的這個框 全車都是皮椅 後座空間算是夠用 連地圖帶都沒有齁 真的耶 後座出風口 這也是塑膠 這連地圖帶都沒有 後面沒有地圖帶 沒有辦法放地圖了 怎麼辦 看手機 後座地板有鼓起 車門的塑膠感比較重 人家很盡力的 撩人家塑膠感比較重 欸有啦人家有進步了 都有做這個感覺 而且上面有一塊 稍微顏色跳色的一個橡皮革的東西 但我不確定就是一根的皮 好六氣囊 踏板物材抑制系統 跟前車史離提醒 前車史離會嗶嗶嗶跟你講 看這邊的按鈕 拍壓 預防碰撞系統 然後開後尾門 然後防滑 霧燈 後霧燈 冷氣出風口 也都是塑膠的 然後只有上面 有一個鋼琴烤漆跟一個藍色的 看起來不太有質感的線 是你拍的不好 還是它真的沒質感 看起來再有線不太有質感 外七扭八的這樣 台姿的快快 輔助系統 ACC 全速域的齁 車道偏移 車輛穩定 車輛穩定是打乒乓球 群氣防滑 上波起步輔助 開壓偵測 盲點僅是頂級才有的 Yaris Class 帶來六種車色 雪雕白 檀木黑 極光炎 分晃 雲和灰 陰天 展覆開燈的房間 炫魅紅 你懷疑了 這什麼藍 奔放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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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享樂版71萬 褲洞版75萬 台灣版82萬 這不知道買什麼版的嗎 何泰希望用台灣人紀念 喜愛的修理修型 這樣應該不會是打入什麼 可以啦 這個出去 踏踏心就錄影可以 年度販賣目標 兩萬台 只有他敢這樣做 喔 要老大 夭壽啊 偏心啦 來參加何泰 穿這樣 特別打辦 還有帶頭試 案情是不是不單純 哇 交情匪淺 我跟妳說 這穿到瘦中 搭板 創到這樣 我跟妳說 連蝦子嘛 黃色的 妳看 夭壽啊 這真的不單純 非常的尊重這次的活動 對 沒錯 對對對 非常敬業 好不好 喜歡我們這一系列新車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留言一下你覺得這次的 Yaris Cross 你覺得出的如何 貴還是便宜 留言讓我們知道 鼓勵我們做下次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 掰掰